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我又买了 兰花了 买了一颗虎尾兰 应该很小,因为这个盒子是很小的 我们来打开看看 因为我是一手拿着 相机 一手打开 真的是超级小耶 你看 太小了,它还不错 用这种真空包装的就是把那个塑胶袋密封起来 我给它打开看看 打开的时候呢,感觉还不错 只是真的太小了 这个都不知道要种几年了 这个是我在Amazon买的 虎尾兰 至少要种个 七八年吧 我就用这个小的盘子 给它放在那边 因为虎尾兰跟万代兰的种子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哇,这个还是有点大 我去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我把它 今天 今天晚上,现在是晚上了 所以我这边逃利不够了 我就这样子 这样子放上去而已 这真的是太小了 15块9毛9太不值了 所以呢,如果 在网络上买 兰花的朋友们 要注意一下,价钱太便宜了 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虎尾兰 其实在美国应该是要十五十块钱一盆的 然后呢,我在Amazon看见这个 15块9毛9就给他买了 结果你看 这个真的要很有耐心 我刚刚在说 这个真的太小了 然后我先生说 没关系的,你慢慢养 到时候才有成就感 你看 这个就是我 这次买的 胡尾兰在Amazon买的 15块9毛9美金 加完税是要17块多 可是真的是 小的真的太可怜了 当然呢,如果你很有耐心呢 你可以买回来试看看 因为确实是 让它一点 看它一点点的长起来的时候呢 你真的会有成就感 不过呢 如果没有那些的朋友呢 我感觉到说 你还是买那种成年苗比较好 这个胡尾兰呢 我会像万代兰的种植方法一样 给它 用木炭跟桃栗来种植 有点像桃栗拌水培的样子一样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